掌聲給我們 探開玩者同台出席 關渡自然公園開幕記者會 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請跑市政 更把握時間掃遍七層 議員出身的他跟里長 被在2022年底 北市長選戰 連國民黨里長都大讚他親民 他跟里長都來 這個來的話 他直接給他的那個 秘書啊 助理啊 他們去處理啊 對 那很快啊 早上講了 下午就解決了 藍一里長秀出直接跟珊珊的LINE 對話訊息 黃珊珊在市府都島民政局 熟悉里長系統 幾乎掃遍全市456里 單獨拜會各里長 跟蔣萬安的距離感做出區別 被解讀是狂拔蔣萬安的狀 有嚇你過來 但是一下 一下子就不見了 那我們要他幫忙 他也是要閉眼鏡處理啊 國民黨努力的話 人家更努力的話 我們當然是選更努力的人 對不對 根據近期幾份民調 黃珊珊支持度突破兩成 當時被蔣萬安解讀 是七成民眾期待改變 黃珊珊臉書回嗆 蔣萬安的反例說邏輯不對 炮轟蔣萬安活力十足 另一方面也積極布局基層 似乎讓萊營出現棄蔣清皇朝 里長的工作本來就是我的工作 第二個 里長反映的事情 因為我當了21年的市議員 這大概地方的事情 我應該最熟悉 這是我的工作 這是我的工作 所以2022年底大選逼近 黃珊珊利用行政優勢扎根基層 北市選戰之路 國民黨恐怕會走得更艱辛 下期一見到正海中 台北到